底下一个提问说 他是有意设法参加祝念 若不能把亡者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亡者会找居士的麻烦 也要为亡者悲业 这使很多人不敢为亡者祝念 请老法师慈悲开始 我想亡者不会有这种报复性 有这种报复性那就有诚慧 他有诚慧有报复 他就不能送到山道 这是肯定的 别人真正的帮忙 能不能亡生踩在自己 帮忙他要肯接受 真正的帮忙 灵命宗时候 那是关键的一念 最重要的 这一念提醒他 祝念是提醒他 把一切都放下 这一生阿弥陀佛 他就决定他生 如果最后这个一念呢 还不能够放下 他的家亲倦属 他就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的诅念 有没有益处 有 减少他的痛苦 往往在卧道里头 他也提升 多地狱 帮助他提升到卧鬼道 多卧鬼的 帮助他到出生道 多出生的帮助他又到人道 这都是好处 有许许多多的好处 他怎么会来找麻烦 如果来找麻烦 那可见这个人 嗔恨心很重 嗔恨心很重 那是第一第一 他也找不了帮助他的人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我们自己多心了 不要有这种念头 应该诚心诚意 帮助亡人 至少他不能接受的话 减少他的痛苦 对他有好处 我相信一般来说呢 他会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